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凉州那个地方 对不对 现在你看这是新疆一带 那里还有葡萄的 来喝酒 那酒席已经铺开了 大家来了吗 怎么样要让大家知道 我酒席已经开场了呢 琵琶弹起来 对不对 所以弹起琵琶 运营琵琶马上吹 吹什么 吹这帮人赶快过来喝酒 马上你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立即 马上过来立即这个意思 赶过来喝酒 这个是一种解释 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就是骑走马来 远一些的吗 军营吗 一个军营 弱大一个军营 那可能大的几万人都有的 小的也有几千 在那个沙漠征战 有很多骑兵的 你们过来 不是骑马赶快过来了 过来 过来你就喝吧 喝就要尽情的喝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是战事的 战争一打起来 那是你死我活的 所以今天不知明天是 能喝你就喝吧 不喝就 白不喝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喝呢 你就大碗的喝 罪恶沙场 你君莫笑 为什么呢 鼓来征战 有几个人能够回去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要什么呢 联系上下文 这个第一 那么第三个意向是 对恶沙场 有这个意向 我不管了 那不行 对不对 你就要通过 意向的组合关系 去把握上下语境 整体 尤其不能忘文生意 马上推 那骑马 骑马干什么 骑马只有上战场 一条路吗 没有别的吗 还可以的吧 骑马我去干别的也可以 对不对 东京有个大画家 叫做顾凯之 大家知道顾凯之这个人吗 那我就不用写了 善画人物画 非常有名 但是有一个 奇怪的事就是 他画这些人物 从来不画眼 有人就问他 他说你的画画得那么好啊 为什么呢 不画眼睛呢 他说 传神写照 尽在恶赌之中 恶赌是当时的方言 就是这 传神写照都在这 这就是指眼睛 那眼睛就是传神写照的地方 所以他说 我不能够乱画眼睛了 一画来 那个人物这种墙上走下来了 他就变成活人了 这么夸张 所以 诗歌呢 诗歌也有这样的地方 传神写照的地方 所以 那就从绘画的理论那里借用过来 那么这些地方就把它称为诗也 或者词也 比如说 宋代宋旗的玉楼村 他有那么一句 他说 红杏之头 春意闹 王国为高度的评价他 他说 这个闹字用得好 这个闹字使得境界全出 红杏之头 其实呢 开花了嘛 开花的多 开的热烈 本身没有声音了 现在用一个闹字 给他有声音了 那显然 把这些花都写活了 对不对 王安石 他的传伯瓜州那一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 原来他开始没有想到用绿的 用了很多其他的字 比如说 到了 过了 入 这个是入字 不是人字 入字 满了 这些 他觉得都不够位 最后呢 选来选去 练来练去 练出一个绿字 大家想一想 这个绿字 比起前面那几个 写字起来 庙在哪里呢 首先 庙在传达 春风到了 过了 这些意思 春风已经到了江南了 已经过了江南了 另外一个 写出春风到过江南以后 所产生 所出现的景况 景色 绿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 他觉得练得好 这样的字 就叫做 也 练得好 全篇 境界 飞动 那么我们 试词剑赏呢 我们也要懂得练 懂得抓住 这样的 演 而进行展开 比如说 王维的 魏川田家 魏川田家 你看啊 邪光 造虚落 一个异象 西洋 造在村庄上 虚落的村庄 第二个异象 第二个异象 穷象 牛羊归 岛庄巨石 牛羊归 穷象 第二个异象 对吧 村外 慢慢慢慢地走 随着牛羊归的 那么 其实 木桶也归了 作家没有直接地 用这样的词语 叫木桶也归 没有 他又用过 第三个异象 通过野老念木桶 依藏后金飞 这个异象 来写木桶的归 是不是 写到村庄里面 这个时候 又敞开一笔 只够 麦苗 秀 只野鸡 够 叫声 野鸡的叫声 在什么时候叫 在麦苗 开花的时候 秀就是开花的时候 大家知道 麦苗 开花的时候 是野鸡繁殖的季节 往往是 成双成对 出行 傍晚来了 野鸡发出这个叫声 是招呼他的伴侣 寻找他的归石 大家知道 第四个意象 第五个意象 作家你看 他的笔锋又一转 转到哪里去呢 如果野鸡 只够麦苗秀 是在村外的话 这个时候 蝉绵桑叶西 在村庄 又转到村庄去了 你看这种 跳跃性非常厉害吧 对不对 蝉绵桑叶西 有养蝉经验呢 我们知道 蝉一早给他桑叶 他就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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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吃完 剩下一个梗 等他吃完了 蝉干什么 睡觉去 睡觉不是这一天 他就归属了吗 蝉绵 恰好是吃够了 把商业吃光了 留下梗那个 商业西的时候 第六个画面 景象 我们说意象 田夫和楚丽 相见与一 傍晚了吗 牛羊的回去了 种田园还不回去 回去了以后 在靠近村庄那个地方 大家相遇了 相见了 谈起来了 聊起来了 雨嘛 一一 就是聊到难分难解 都忘掉回家 肩膀还扛个铼头 站在那里就聊了 是不是 场面是这么多的场面 有跳跃的 一下子村外 一下子村庄 一下子村外 一下子村庄 又村外 跳来跳去 但是他贯穿了一个字来写 龟 龟字来写 所有的那些意象 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 就是龟 所以他就不乱 现在不乱 这样就 这种意象的组合 就构成了一幅 穆格式的田园晚归图 站在那里聊聊的 忘了回去的 牛羊 慢慢慢吞吞吞吞 走啊走啊走啊 再回去 老头子在那里等了半天 等着木童 主作拐棍 对不对 那么这一切 穆格式的田园晚归图 体现了什么样的 一个灵魂呢 一种情调呢 往下看 极此献弦意 出来了吗 是 这一幅图 穆格式的田园 即面对着这一幅 如画的美景 我非常羡慕 它里面的那一种 弦意的情调 是不是这个弦意 就给这幅画呢 贯穿了灵魂呢 所以它的诗言 就在弦意这里 这个画 只是手段 要体现就是弦意的生活情调 我非常羡慕 向往 怅然迎示威啊 哎呀 我为 怅然就是惆怅叹息 我 惆怅叹息啊 我为什么 还在观察 不回归这种田园生活呢 回归不是很好吧 是吗 所以你看我们抓住了 那个诗歌的眼 我们马上知道它的异象组合 异象和异象之间的组合那种关系 所有的画面 围绕一个归 这种归不是一般 好像我们现代的那个人 一个下班赶公共汽车 大家挤啊 那种挤啊 在那里 插队啊 或者什么的 你看人家幽灾 游灾呢 对不对 聊聊聊的 忘掉回去金板 砍了铺头的 那不是嫌疑吗 这种生活 对不对 所以方法第十 领悟诗眼词眼 在异象组合中的作用 欣赏 的第三个问题 抓住诗眼词眼 来带动全篇 来带动全篇这个问题 我们呢 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举了 王维的 魏川 添加这个例子 我们试图呢 就是通过讲 他的诗眼 来看一看 他的意象组合方式 显然 显然 他的诗眼 是贤意 那么为了表达这个贤意的这个情调 那么他是通过了 描述一幅 木戈式的田园晚归图来加以展现 在这个田园晚归图里面 写了几个场面 我们也可以说 他用了几个意象 今天上午我们就已经数过了 邪光照须落 穷乡牛羊归 野老念木桐 依仗后金飞 子购 麦苗修 残眠 桑叶西 田夫和处 立乡间语 以六个意象 六个场面 来进行组合的 那么这六个场面贯穿了一个行动 就是规 共同体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嫌疑 所以他通过这个诗眼 来进行意象的组合 我们平时讲王维的诗 经常引用苏东坡 对王维诗歌的一个评价 苏东坡是怎么讲的呢 读王维之诗 诗中有话 是不是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所以以前呢 人们在学习王维的诗歌的时候 特别在讲到 魏川田家这首诗的时候 经常都讲 那么王维诗歌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诗中有话 诗歌诗的概括完了 问题是如何理解他的诗中有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了 第一 他通过诗眼 对不对 来组构 六个意象 组成 一幅 一幅 牧歌式的田园玩规图 这个就是诗中有话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那么用一个绘画的术语 叫画法里面的术语来什么 来概括 那就是 他十分注重 金银布局 魏京南北朝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做谢鹤 他有一个一部著名的绘画理论著作 古画品录 里面介绍了著名的绘画六法 绘画六法 第一法叫做气韵生动 第二法就叫做金银布局 那么通过诗眼 这首诗 通过诗眼 来进行印象的组合 那就体现了画法中的金银布局这一法 那就是诗中有画法 对不对 那么作家也好 画家也好 画家画画是为了干什么的呢 那么作家写诗是为了干什么的呢 还不是为了表达他的诗情画意的吗 情意 对不对 所以王伟这首诗里面描绘了这一幅木格式的田园晚归图 其实就是要表达他对这一个乡村生活 这一种弦意情调的向往和欣赏 他要表达这个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诗中有画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解释王伟的诗中有画 那么那就抓住两点 一点就是诗中有画法 第二点 诗中有画意 这样就比较前面了 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诗歌 那么现在呢 讲一首词吧 不然怎么叫做诗词见赏呢 是吧 我们举一首刘勇的望海潮这首词 因为我们把它放在诗演这一点下面来讲的 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是词 那就词演 我们看看刘勇 怎么样通过他的词演 来组构 这一篇作品 怎么样来进行意象组合的 这首词 以前大家都学过 应该 学过吧 以前 刘勇对诵词的一个贡献 也就是他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拓展 当然他的题材内容方面的拓展 有许多方面 其中一个方面 就是描写了都市的繁华 我们知道以前网约词 那么呢 写的是花间月下 男欢女爱 离仇别叙 这样的题材内容的 那么到了刘勇 用词来反映都市的繁华 那确实是一个开拓 刘勇对诵词发展的贡献 那么在艺术手法上面 也做出了重大的创新 我们经常说 就是刘勇运用了一种铺序的手法 光讲铺序 那容易啊 两秒钟都不用 铺序那就完了 是不是 那么问题是 他是如何铺序的呢 那么我们还要对他进行分析啊 那么这种分析呢 又不容易了 所以今天拿他这首词来 把他放在词眼 通过词眼来读够 异象 同时坚回答 他是如何铺序的 如何经营章法的 篇章的 是吧 这些问题 一起来解决 我们先看第一句 东南行圣 江五都会 前唐自古繁华 第一句啊 行圣是指什么呢 风景秀丽 地势显耀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东南方 东南方 它是一个区域啊 方向啊 这表明啊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不太知道 又到第二句 江五都会 江就是长江 五春秋战国 范子 春秋战国不是有个五吗 五月一带 这里是范子 都会就是大城市 那问题是 在江五一带 有几个大城市 到底你是哪一个呢 我们还不明确 到了第三句 明确了 前唐 前唐 在宋 唐宋时期 就是指 唐州 比较清楚了 这一句话 你看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法来铺序呢 我们好像 看了一场电影 它具有 现和电影 和现代电影的某些手法相通 我们下注